有第二輪的一個面對機會 在第一輪能夠 我相信有他的一個特殊考量啊 因為想法 那其實 OK 或許上週凌晨飛 當然也有一個小手 不會有配數的問題啊 最後想要塞內角不過還是比一下 兩出局了 現在也是史耐德總教練 第一次用這樣子 外角球出棒 找到了三內手 雖然有突然彈得很高 不過王岩晨接到最後場 受傷啊 暫時二軍調兩回一個情況下 到第二棒的廖建復 軍 誰有受傷 誰都可以立刻得 而是整個 暴力打線 廖建復 這一球出棒 找到三內手的管區 接球之後呢 傳一壘沒有問題 來福利 三局開始上場啊 還是萬無一失的一個內容啊 僅僅只被打出一支安打 到目前為止 而且幾乎整個出局數都是滾地球造成啊 教練 這的確是他們現在有點低潮的一個 哇 結果這球彈得很遠 但是方向呢 一顆星 找到彭正銘的關注 我們從慢動作再看 我們會比較清楚一點是打在哪裡 哎呦 用腳去擋欸 這個內角直球 他的一個應變都相當好 發動戰術 不過很明顯被抓到了 奧斗 這一個 哇 這球點了一個 飛球 當然這已經舉手了 這就等於是一個 這個 內野 閉死球啊 上空的閉嘴開技 還是沒有把他帶上來 還是追打了一個高球 不過呢 壘包上的彭正管是倒壘啊 或者是打跑啊 用的還蠻積極的 那廖建復這個第一時間拿球的一個穩定性 沒有做好 所以